密云运动盒子坐落在密云城区内 距京城高速不到5公里 自驾车直接导航密云运动盒子 一个多小时车程 场馆门口有停车场 车位不多免费 上午一般人少会有车位 10点半以后车开始增加 12点前会停满 附近马路也可停车 附近街道饭馆 小吃比较多 为什么选择来这里 一是金金记卡可免费一次 二是安排两天一晚金交游 冬季带孩子出来 感觉先室内运动更好些 上午第一站设在这里 孩子自由活动 家长休息不累 下午再去办理入住 轻轻松松 移进运动盒子 右侧是更衣室 女更衣室在井里面 入口的左侧是一个小房间 可以免费打开水 正面是前台 办理门票等事宜 运动盒子大的区域 分蹦床娱乐区 篮球场 乒乓球场 羽毛球场 进蹦床娱乐区 需要签署一个免责条款 必须穿房滑袜 关于门票 蹦床娱乐区非会员 每人156 1.4米以下的儿童家长 可免费陪同 有单次体验价是69.9元 会员的话 必须充值最低600 门票一个人50 充得越多门票越便宜 会员适合附近居民 不适合游客 晶晶记卡只包含 蹦床娱乐区 到前台签完协议 验证后 戴手环就能进 晶晶记卡是要求进场的所有人都必须有晶晶记卡 进了场馆 左侧有存储柜 吃饭休息区 可自带食物和交外卖 左侧有卫生间 卫生间里有热水 冬天非常友好 入口右侧 首先是一个单独收费的涉及游乐项目 这是游戏价格 然后是场馆的小卖部 我不知道是促销还是平时就这个价格 相比同类型儿童乐园价格稍低 然后就蹦床区的入口 脱鞋必须穿房滑袜镜 儿童蹦床区优点是场地较大 儿童的积木 城堡 滑梯 蹦床 空中走廊等项目 还算齐全 一早上午去的人不多 缺点是设备装修已经显出老旧 不过还能接受 一早去场馆内温度比较低 人一多 场馆里温度马上升高起来 过了蹦床娱乐区 右侧有两排电子游戏机 好像是半小时45元 充值会便宜些 属于场馆外包的 场馆往后是篮球场 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 这是场地 非会员价格 这是充值会员价格 当然作为游客充值会员 参考性不大 运动盒子开放时间 写的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 但早上 很可能10点才开门 假如有用 请点赞 评论区回复 有用